恭喜桃源有名国中生只因为一时好奇 把自己的宗旨塞进了家里头的板凳 结果呢手指头卡住拔不出来 国中生的家属赶紧连人带着椅子 送到了派出所去求救 目前最新的情况我们要请记者林敏珍来告诉我们 这主播我们在画面上可以看到呢 这名国中生呢就是因为好奇 把左手宗旨呢伸到这个板凳中间 结果超过了十分钟整个都拔不出来 而且呢还请求110来协助 那一旁协助救援的派出所远警呢 根本就不敢大意 手里还拿着扳手呢就是小心的 想要慢慢破坏这个椅子 就是怕伤到那个椅子红肿的手指 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场抢救画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国中生的手指呢实在是卡得太紧了 远警呢根本没有办法使用扳手 把板凳给翻开 最后呢只好拿出电锯来进行破坏 那为了还这样 那是的根据了解呢 其实这个国中生呢只是因为好奇呢 和好玩才会把宗旨给放进板凳里 结果没想到呢就因此拔不出来 那幸好呢远警在成功破坏板凳之后呢 国中生的手指也好把无效的脱困 以上是未找过的事情 好我看到这个国中生呢也真的是太调皮了 接下来呢这个学生夜盛条